身材嫌弃的女大生才走进套房内 门才关上没多久 一名带着白帽的陌生男子 也开门进到屋子里头 只见他先是东张西望 还转身摸了摸地上雨伞 确认房客是不是刚回家 男子接着走到套房门外 把门都敲了一遍 还转动门把 房女的女大生透过门上猫眼一看 发现竟然有陌生人闯进家里 吓得赶紧打电话报警 白帽男这才迅速离去 他真的很聪明 他就是在一楼先看几楼的灯亮了 他才开了大门之后尾随上去 之后他还在我们租屋处的门口 摸每一把雨伞 看是不是湿的从外面刚回来这样 这名流姓女大生 平时住在位于中和景安路巷子内 没想到家中却遭到陌生人闯入 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这名白帽怪男 就是他几分钟前 在附近超市购物时遇见的男子 没想到他一路尾随近两百公尺 还趁机闯进租屋处 事发后 房东怕有人又受害 迅速前往警局备案 还将监视器男子样貌截图 张贴在大门上 提醒夜归女子提高警觉 这名男子的可疑行径 也引起附近居民恐慌 究竟这名男子意图为何 警方目前正在全力追查 要将他逮捕 好好问个清楚 记者郭线阳 陈芷芳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